2022年2月24日 普京的俄罗斯军队汉然对乌克兰 一个主权国家发起了全面进攻 这是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第一次发生这么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它造成不仅仅一个民族惨绝人寰的悲剧 这次侵略的余波将会在未来的30年乃至更长 影响欧洲甚至世界的格局 乌克兰曾经是美俄之后的世界第三核大国 在2001年销毁了最后一件核武器以后 正式成为无核国家 早在2014年当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 就有一种声音在网络上声敲城上 乌克兰后悔当初不应该放弃核武 如今马炮保留了1%核打击的能力 俄罗斯今天也不敢贸然对乌克兰动手脚 普京也多次警告美国和北约 如果和俄罗斯交战 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核辐射灰烬 侵略乌克兰后的第三天 在面临欧盟倾盆大雨的经济制裁以后 普京再次祭出核武大旗 将俄罗斯的核武置于特别警戒状态 试图提醒对手 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 这里说到的概念就是核威慑了 经典的军事思想认为 核武并非一只进攻的矛 而是一副防守的盾 因为有核国家之间的正面军事对抗 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可确认的双方互悔 因此拥有核武器就等于拥有了核威慑 但是核威慑从核武诞生的一刻 就从来没有被验证奏效过 我们今天视频想要表达的观点就是 乌克兰即使今天拥有核武 也逃不过一劫 普京不管如何玩弄手里的核弹 即使他这个时候在西伯尼亚扔一颗示威 也依然改变不了事态 今天我做的这期视频 会从历史军事哲学和概率的四个角度分析论证 为什么核威慑是一个彻头彻尾 从来就没有被证明过有效的伪概念 视频的最后我会填补一个宣传和现实的鸿沟 那就是为什么科学家说 一百颗核弹就可以终结人类文明 但是事实上一旦爆发核战 英美中法等国上万枚核武 其实根本不够用 1945年美国在广岛核长 急增下两颗名为胖子和小男孩的原子弹以后 现在的核武已经和他们不在一个量级了 目前最大的杀红炸弹的威力 是他们的1570倍 目前世界上有包括美俄英中法等 九国拥有超过一万两千枚核弹 根据著名气候学家Alan Robach教授和海洋学家Brian Toon教授的数字建模推导 一百枚在南亚引爆的核弹造成的烟雾可以遮蔽整个北半球的阳光 除了百万在核弹中死去的人和上千万患上绝症的幸存者 整个事件将面临核冬天造成的大饥荒 人类和上万个物种会面临史思极的灭绝 我们今天理所当然的认为 一个拥合国家等于不可侵犯 但是这个概念在冷战高峰的70年代之前 并不是普遍的认知 孙子说 西之上战也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善于用兵作战的人 要首先创造自己不可被打败的条件 然后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 在一战和二战过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一个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唯一目的就是赢得战争 即使战争没有发生 一个国家通过展示军事力量 胁迫他人获得所需利益 比如说纳粹德国 逼迫捷克斯洛伐克 出让苏台德地区 其实也是这个思想的延续 正所谓善善者不战而去人之兵 但是随着1949年 苏联成功测试了第一枚核弹以后 新一类的平衡在美苏冷战对抗中间形成了 在核武出现之前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以前可以在短时间内 以国家为单位 完全抹杀一个文明的人力 因此两国之间的核战争 也被著名的战略家 Donald Brennan称为 可确认的双方同归于尽 英文 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或者更被适合的缩写为 MAD 疯狂 随着二战后新格局的逐渐成型 美国战略家Bernard Brody 在1978年写道 从现在起军事力量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避免战争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用途 在核潜艇核打弹和核战略轰炸机出现以后 拥有核武的两个阵营 再没有必要把重兵部署在边境两边 他们只需要对方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我随时具有远程消灭你的能力 双方的力量平衡也就达到了 核威慑的概念从此走向神坛 有不少人以为 二战以后70多年的世界基本和平 我们必须要感谢核武器 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国的各大党媒报刊 不遗余力地告诉民众 我们基平基坐也要搞核武 为的就是战后的中国不再被 西方列强欺负 这个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到了 经典军事思想的骨髓了 今天我们看朝鲜和伊朗 不顾一切经济和民生的代价也要拥合 说明他们也是这个信念的虔诚教徒 但是这些国家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 真的值得吗 核武器真的能够给他们带来 他们想要的东西吗 我们只要看历史 就可以看得出核威慑的理论漏洞百出 首先支持维护核威慑的观点 会拿冷战作为例子 如果西方阵营没有核武 苏联迟早会跨过莱茵和占领西欧 统一整个欧洲完成希特勒多年的梦想 但是多年后的解密文件证明 苏联从来就没有制定过占领西欧的计划 冷战没有演变为热战 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美苏之间都没有意愿 卷入一场新的战争 除了维护自己势力范围下的意识形态 双方都没有太多原则上面的冲突 如果说双方都有核武 所以才没有发生冲突 这其实就变成了一个经典的哲学谬论 关联和英国谬论了 学过哲学的朋友都知道 Correlation and causation fantasy 举个例子来说 经过统计 戒烟则比正在抽烟的人更容易死于肺癌 我们很容易得出 不戒烟就不会死得谬论 事实上经常抽烟的人 在身体出现问题以后 先是戒烟 然后才患癌死亡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说 住在城北的约翰和城南的汤姆 从来没有打过架 是因为双方家里都有一把裂枪 这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谬论 必须要说明的是 我们之所以将后面这句话定为谬论 并不是说它不成立 只不过说 我们用前面这句话 推断后面这句话的思维过程 是有谬误的 要知道核威慑是否奏效 我们还需要看看它 失败的案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刚刚才建国的中国军队 直接和已经是核大国的美国开战 美国的核威慑失效 1953年刚刚当选 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尔将军威胁 将对亚绿江以北的空军基地 发起核攻击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恐慌 中国没有撤兵 美国的核威慑再次失效 1956年拥有核武的英国 严厉警告埃及政府 不要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 埃及政府无视英国 结果英国不得不联合法国以色列 以常规作战的模式 侵略了西奈半岛 英国的核威慑失效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 萨达姆明知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近30年的核武 还是向他发射了42枚飞马锤打弹 以色列的核威慑失效 1998年以后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双方都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前提下 在克森米尔展开了多次冲突 双方的核威慑失效 除了这些以外 美苏在过去的几十年 在和实力悬殊的弱小对手冲突中 核武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以下是一大把秘词 在这些冲突中 要么美苏根本就没有使用过核威慑 要么警告后 如果在战场上如此 核武甚至不能保证他们的主人 在谈判桌上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事实上统计学告诉我们 拥合国家在谈判桌上的表现 甚至要差于他们的非拥合对手 在201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 核武器和强迫外交的一本书里面 作者Todd Sector和Matthew Fuhrman 研究了1919到1995年间 发生的348件领土争传里面 拥合国家获胜的案例 低于非拥合国家 因此英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和战略家 仁敦国王学院教授Lawrence Friedman 在1989年出版的 《核战略进化史》的一书里面写道 核武皇帝虽然没有穿衣服 但是他依然认为自己是皇帝 尽管他全身上下一丝不挂 他仍然高视阔步 指高气扬 到处要求别人对他尊重 北朝鲜咋就在2006年 进行过第一次核实验呢 北朝鲜实际上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共识 也在国际社会上存在了 至少5到10年了 但是北朝鲜今天依然生活在 外交孤立的极度贫困中 核武对其增进国际地位 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没有任何帮助 我们不妨角色2020年的今天 乌克兰依然拥有50枚洲际核导弹 和至少5架核战略轰炸机 乌克兰的核威慑要起到作用 有几个条件必须要达到 第一 它的核打击能力 必须能够挺过第一轮攻击 第二 它必须要有足够成功率的核反击能力 第三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它必须要让对手相信它会在受到攻击以后 使用核武器进行反击的决心 如果这个反击如果是针对核武的 这种情况普遍比较可信 比如俄罗斯从交战一开始就核轰炸机辅 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 如果乌克兰在遭受常规攻击以后 就直接亮出核武 那么乌克兰就必须要有 让俄罗斯来自全世界相信你是一个疯狗政府的前提 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除了朝鲜以外大部分正常国家不容易在短时期内达到这个宣传目标 核威慑的同时也是全面核动态的 而不是乌克兰拥有多少核武器 核威慑包括了侦察能力 防御和拦截能力 指挥能力和受打击后的生存能力 这一系列的人力对一个国家的整体军事实力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 因此可见乌克兰即使保留了核打击能力 也无法有效的使用他们对俄罗斯军事目标发起攻击 可能唯一能够有较高成功率的做法就是向俄罗斯的城市投放核弹 直接杀害无辜的平民 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对保护乌克兰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核武器的威力实在太大 以至于它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你无法在伤害了敌人以后不伤害到自己 但是它并不是一把我们想象的利剑 其实它更像是一把破坏力极大 但是总是砸不准的铁锤 因此我们前面说的核威射的核心 所谓双方确信互毁 其实这也是一个假命题 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等等你不是刚才在抱怨核武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了吗 在大家留言批评我之前 请先听我解释 现代核弹威力之大 核弹爆发能够确信互毁的是 双方的城市和里面的居民 和部分目标较大的地面设施 但是在概率上面 它基本不能够摧毁得了对方的核反击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核打击战略是如何制定 以及成功率是如何计算的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Trevor Olberston 在2019年出版的《赢得末日》一书里面 对美军核打击战略制定有了四个步骤的总结 第一步确定目标 根据作战的目标 核打击的对象可能是对方的工厂 交通系统 战略轰炸机机场 打弹发射基地 军事指挥中心 核潜艇基地 各个不同的对象 因为气候因素 地理位置 核武的搭载载具和温力都会有所不同 比如敌人把打弹基地建设在边境上 旁边就是自己盟国的一座城市 打击这类目标的难度就非常大 第二步计算误查范围 不要以为核弹攻击的范围大 所以说一定可以确认制服对方 不同的目标都有不同的防御能力 工厂 交通系统 机场可能很容易被干掉 但是 导弹发射基地可能在地面 也可能在地下 在现代战争中 雍和交战双方 已经将自己的核武 分散到人际 罕至的森林 甚至深山里面 埋在地下的发射井了 俄罗斯甚至为了避免火车和卡车 被卫星侦查到轨迹 特意将所有的发射装置 拆卸成零件 然后用直升机运往目的地 因为上面的原因 不同的目标也会有不同的成功率 所以第三步 我们要计算击杀对方的概率 这个概率指的是 完全瘫痪对手还手的能力 而不是机动目标的概率 请注意区分 核武要被使用 要经历从下达命令 到发射运输 投递到引爆 一共五个阶段 在这五个阶段里面 决策者必须要将 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 作为概率计算的成功率里面 比如说 士兵对命令的理解和服从 发射过程中的错误 运输和最后投递过程中的偏差 被拦截的可能性 情报错误 信息干扰 被攻击方提前做好了准备 生存能力超过预期等等 都会降低核武 打击目标成功的几率 即使每个可能性只有5% 最后加起来概率 也会使得 一枚核弹成功完全击毁 对方核反击的能力 大大低于广岛和长崎 第四步 计算成功率 不管这个国家是否处于 进攻还是防守的状态 也不管它是否拥有 作战先机 所谓核威慑 在决策者决心使用 第一枚核弹以后 就变得毫无用处了 因此决策者 对核弹作为进攻武器的 成功率要求是非常高的 假设 一枚核弹在计算了 上面所有的变量以后 只有50%的成功率 那么这个时候 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很明显发射两枚 但是两枚的成功率 也不是100% 我们用初中的数学 就可以轻易算得出 击中打击目标的成功率 这里我们说 核弹1为A 核弹2为B 概率为P 假设 决策者向一个目标 连续发射两枚核弹 他们同时失败的条件几率 计算方式如下 0.5乘以0.5 就是0.25 两枚核武 都没有完成目标的几率是25% 我们不然也算出 两枚核武至少 一枚完成任务 完全制服对方的概率是 1减去0.5乘以0.5 等于0.75 那就是75%的概率 这个几率可能对常规武器来讲是够了 但是考虑到发射核武的后果 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这个时候决策者理性的决定是什么 很明显 发射了第三枚核弹 我们叫做C 这个时候 三枚核弹全部失败的几率是 0.5乘以0.5 再乘以0.5 等于0.125 那就是12.5%的机会 那么三枚核弹中 至少一枚完成任务的几率 这是87.5% 要按照这个算法要达到摧毁对方核反击的能力 99%的成功率 一个国家要向一个目标发射至少7枚核武 其实计算到这一步 核武作为一个去掉敌人核反击能力的工具 它存在的意义也不大了 目前美国有6200多枚处于不同状态的核武 俄罗斯也有5500多枚 抛开核武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 谁也没有拥有对方7倍以上的核武器 还保证完全摧毁对方的能力 1968年全球59国签署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10年美苏签署的削减战略核武条约 都是在早已认识到核武器过大的危害 和它有限的军事用途的前提下 美苏条约不仅将部署的核弹头数量限制在了1550枚 更是将打弹的发射工具限制在了800架 其实这也是告诉对方如果核战爆发了 我能够你打击的核反击目标其实也是有限的 美国海军学院教授Brent Zyernick 在21世纪摩登时代的战略优势一书中写道 在冷战军备竞赛时期 双方的战略目标是由核打击能力决定的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不能再错的判断 因为他首先将自己的价值观和对代价的认知强加到对方 过度的依赖最好的结局 同时心甘情愿地将国家实力等同于核威慑 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 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固执地将自己的国运和核武器捆绑 即使将前面的思维反过来 用战略目标为标杆 在来决定自己应该拥有多少核打击能力 它依然是个错误 因为这样的结果往往会过低地判断自己的核能力 过高地预估敌人的能力 过度的依赖核打击 而忽略了常规武器的效力 因此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命运和战略目标和核武器绑定 无论怎么定义核武的地位 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将核武作为战争升级的最后一步 其实也犯了一个逻辑错误 核武和刀枪棍棒枪炮不是在一个等级 它更多的是一个自毁的暗流 今天如果我们假设2022年2月的乌克兰和1945年的日本 都是拥核国家 并且同时处于一个绝望的境界 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叫做一亿欲碎 如果在这个时候在日本本土引爆核弹 除了发泄情绪以外 其实没有任何预敌或者自救的意义 同样面临侵略者濒临城下的乌克兰 假设这个时候它还有打击 俄罗斯本土的核武器在手里 按照上面的概率理论 这些核武器的数量并没有办法解除 俄罗斯的核反击能力 在俄罗斯人并没有使用核武器攻击的前提下 是发射还是不发射能 我们分析一下两种后果 如果乌克兰发射了核弹 我俄罗斯立即进行核反击 这个时候俄罗斯作为反击的一方 是有一定道义的 而且俄罗斯的核打击能力 大大超过乌克兰 第二种情况 假设俄罗斯遭受了核打击以后 并不使用核武反击 这个时候乌克兰的行为 反而会证明俄罗斯侵略的正义性 使得乌克兰失去部分急需的国际援助 这个时候理性的决策一定是按兵不动 不会使用核武的 中上所述 防守的一方拥有核武器与否 根本无法改变命运 那么持有核武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不怕核战争 这是毛泽东的原话 在一次采访中 他就告诉美国著名的女记者斯特朗 云子弹是美国反动派 用来吓人的一只紫老虎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 1946年8月这个时候中国拥有第一枚核弹 还有18年 如果一方的领导人愿意付出千万人命的代价 核威慑无效 或者一方相信另一方持有不可调和的恶意 和他对双方人命的忽视 核威慑依然无效 或许我们假设持有核武的决策者 他的决定一定是理性的 这也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德皇威廉二世 在一战期间德国投降之前曾经写道 即使德意志被完全摧毁 英格兰至少也会丢掉印度殖民地 二战期间 东条英基在讨论决定是否进攻珍珠港的时候这么说 有的时候一个人必须要鼓足勇气做事 就好像从清水式的平台往下一跳 两眼一闭就行了 希特勒在他人生最后的几天 也下达了一系列毁灭整个德国 和不留下任何德国幸存者的命令 面对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金融制裁 在没有任何国家做出核武威胁 俄罗斯本土也没有受到任何安全威胁的前提下 普京忽然将俄罗斯核武的准备级别 一步调到最高 这是否也是一个没有将俄罗斯利益放在首位的决策 我们到现在还不得而知 核武决策者们可以在事前做一万个演练 但是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 战争最大的变量就是人性 我们永远也无法期望交战的双方 会用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 甚至做出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爱因斯坦曾经如此评价核武 人类发明了原子弹 但是老鼠不会自己做一个老鼠家 正是因为上述确定和不可确定的因素 核武器的存在不仅无法达到核威慑的目的 它终究会成为人类文明的埋葬者 可以肯定的是 乌克兰当初放弃核武是正确的选择 未来世界各核大国也在原则上同意裁点 并且最终放弃核武这一个目标 我们最后回到俄罗斯 这个国家今天能够在军事方面逞强 除了地缘政治以外还有很多历史遗留的原因 但是他有再多的核武器 也无法摆脱他从1991年就开始的国力衰退 也许普京在世的时候 还能够团结白俄罗斯和车臣压制乌克兰 但是也许当强人去世的一天 俄罗斯才会真正迎来与他国力所匹配的国际地位 而乌克兰我希望这个悲心的国家 能够早日摆脱外来势力的控制 像波罗的海三国一样自由的执行 人民的选择 尽管我再怎么乐观 也无法期望世界不会再有战争 但是我期望未来有一天和平 不再建立在核武器的阴影之下 不再建立在核武器的阴影之下